想必大家都知道花木兰 今天就来听听秦良玉吧 这个让黄太极瑟瑟发抖的女人 是大名第一女将军 唯一一个被载入史册的金国英雄 秦良玉身高1米85 出身于书生世家 却自幼习武 武器是鸳鸯双剑 足有80斤重 此女仅用5年时间 就训练出一支山地特种部队百杆兵 此军所到之处皆踏破敌胆 大清开国君主黄太极 见了都只喊饶命 1629年 黄太极率清军突袭京城 秦良玉进京秦王 此时的大名位在旦夕 国库空虚 皇帝竟拿不出一文军饷 秦良玉即刻变卖家中所有产业 迎战黄太极的得力干将多尔滚 训练有素的大清铁骑兵 竟完全打不过秦良玉的山地百杆军 多尔滚自知不敌 只得西战 秦良玉有勇有毛 丝毫不给清军机会 趁夜偷袭清兵中军大营 这次三千百杆兵 重创黄太极因以为傲的八旗兵 此战过后 黄太极损失惨重 只得灰溜溜撤出关外 秦良玉大获全盛的消息 传至皇宫 崇祯帝大喜过望 不仅赐大批财帛养酒 还亲自提笔写下四手赞尸 由来金国甘心兽 将军何必是丈夫 在战乱纷飞的明末 秦良玉就是火种一般的存在 他在全国都已沦陷的情况下 拖着年败的身躯 死守驻地 七十多岁还在挂帅杀敌 要是他能多活二十年 可能大明王朝还能再续一百年命 黄沫兰代赴从军 穆桂英挂帅西征 都只不过是民间故事 明末苗女秦良玉 才是真正的中华女战神